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班是CNTO451 高級語語留學文化的同學 同學當然也知道我是誰 我是這班的老師 我是Raymond發文傑 今天我們很高興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來自香港的嘉賓 和我們分享和進行交流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香港教育大學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的副教授 錢志安博士 今天和我們講這個 名為粵語的修詞現象的講座 我也很簡單介紹一下 錢博士他的背景 請等等 錢志安副教授 他剛剛也說了 他是任教於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和現代語言系 他也是人民學院的副院長 語言學及語言研究中心的副總監 香港語言學會會長 主要研究的課題包括粵語研究 社會語言學 編章語言學 語料庫語言學等等 在2009年也獲得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的青年學者獎 在2012年他建構了以二十世紀中期香港電影對白為內容的粵語語料庫 提供實時的歷史語料資料去做粵語的研究 他也在很多學術的期刊裡發表過很多文章 特別是剛剛提到的語料庫 其實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透過香港早期的粵語片 他會留意到很多粵語的現象 一會兒前教授也會提及介紹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錢博士 我們也歡迎錢博士 謝謝Raymond 白老師 請容許我幾秒時間分享我的PowerPoint 再一次歡迎大家來到Zoom Guest Lecture 我這邊是星期五的早上 現在香港時間就是 所以我跟大家打招呼應該是用早晨 比較appropriate 但你們現在還在下午陽光普照的時候 不過都要躲在室內 實在有點可惜 其實多謝白老師的邀請 也有他的安排 令到今天我們可以有一個活動的時間 其實一年前我已經有這個安排 想來UBC來訪問 因為我現在是放著這個Research Leave 但是奈何這個疫情令到所有活動都會停止 但是也很幸運 我們有現在先進的科技 令到我們現在沒有了那個時空 不是時空是界限的製爪 所以現在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些科技 即使相隔幾千里 幾千公里我們都可以建議 因為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 或者交流一下一些我自己對粵語的一些現象的分析 因為你們這個課程叫做高級粵語流行文化 所以我想我們探討的內容最好 也不是粵語的本體研究 不只是語法語意那些 而是透過語言的內容的元素 看看我們可以怎樣了解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運用語言的一些特色或者現象 很多時候我們語言的現象是周邊都會見到 我們由每一早上睜大眼 直到我們晚上睡覺十幾個小時 其實我們不停說話 看到很多用文字表達的東西 但很多時候我們都沒有說很細心去了解 究竟這些現象究竟背後有什麼含意 又或者怎樣可以比較系統化一些 學術一些去探討 很多時候都是人魂逆魂 或者只是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說 在我們注意到這些情況之下 有沒有辦法可以細心一些去分析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交流一下這一方面 我今天選擇的內容就叫做粵語的修詞現象 可能一聽到修詞這個字 大家可能就是想起以前讀中文科的時候 經常聽到的一些修詞手法 例如什麼對比 對不起 對偶 排比 什麼比喻 但我們今天不是講這些 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們會講一些比較 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一點的現象 那等一下會開始慢慢跟大家一步一步探討 就是我今天所講的修詞手法的現象究竟是何所知 剛才白老師Raymond都簡單介紹過我背景 我就不囉嗦再說了 其中一樣我想賣賣告白就是 剛才Raymond提到那個語料庫 其實我們幾年前就已經 launch了我們的Phase 1 當時我們有14套的粵語場片的財源 我們找人好像密書一樣 把對白寄了下來 然後就變成一個語料庫 searchable的語料庫 不過最近這個語料庫被人hack了 不知道是不是太 popular了 我們現在就在復收 希望下個星期就會 back to normal 然後我們有Phase 2第二階段 就是有60套電影的材料 大概有80萬字的材料 那就會是大概兩個月後會推出 我們現在就在做最後的一些加工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語料 可以了解清楚 或者更加了解究竟 五十年前、六十年前 香港的廣東話究竟是怎樣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嘗試去了解 會透過一些訪問老人家去做這些調查 但很多時候老人家已經忘記了以前的說話 又或者他們已經忘記了 又或者他們用的語言已經不是以前的語言 所以你如果只是靠做一些訪談 或者所謂做feelwork 是有時候未必會得到理想要的效果 那這些粵語場片 你就是活生生 是記錄了當時五十年前 吳豐、李香琴、羅蘭 他們究竟說的話是怎樣 所以我有同事也是比較著 五十多年前的胡鋒講的東西 和現在他在無線拍戲講的對白裡面 胡鋒講的廣東話究竟有沒有分別 也有同事做過這方面的交易 好了 賣完告白之後 就進入這個正題 就是今天講的這個修辭業 在未開始之前我想問一下大家 或者大家想一想 你們都是二十歲出頭 甚至可能未夠 你們在這十幾年的人生裏面 都應該學過不少的語言 因為現在我想在這個世界上 很少人會是monolingual 大家都是multilingual 學過很多種語言 可能是方言也好 語言也好 你們的質重點在哪裏 學一個語言的時候 就是說當老師教你一個語言的時候 或者你去pick up一個language的時候 你那個會focus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我想大家想一想 以我自己的經驗所知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集中三個範疇 第一個就是grammar 第二個是什麼 可能是vocabulary 第三個就是pronunciation 我們經常背生字 讀英文 學的propositions 怎樣用 tense 怎樣 發音要標準 要正宗 或者要讀對它 這三個東西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很集中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讀學語言很枯燥 因為好像很mechanical 但其實大家想清楚一點 這三個東西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 講到底你的語言是用來做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用語言 人類的語言其實是用來做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或者記得以前讀書 講人類語言是為了什麼目的呢 你想一下你每一早起床 講第一句說話講早晨 或者你跟一個陌生人說 麻煩謝謝 這麼簡單的一些說話 其實目的何在呢 其實歸根究底 我們人類之所以有語言 其實離不開主要的目的 都是用來溝通 和去表達我們的情感 所以我們經常說 語言就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所以你如果想一下 如果你剛才那些語言掌握不到 pronunciation 不准 或者那些 grammar 是錯到七彩的 你其實根本上沒有辦法表達到自己 因為對方都聽不到這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語言的功能 for communication 那這裡呢 我有一幅圖 想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一幅 我在網上找回來的一幅圖 是很概括了 是概括了我們一個 communication process 會發生的一個意見 就是一個對象 大家想想想 我們說說話 無論是寫也好 或者是說也好 一用語言的時候 一定會涉及超過一個人的 participate 就是你不會只有一個人 哪怕你自然自主也好 你也是要有一個對象 但其實我們語言是用來做什麼呢 表現是什麼意思呢 溝通 就是其實你可能心裡面 有一些事情你想說 哪怕可能是你想說 我今天很不開心 或者今天天氣很好 或者我今天下午吃了肉醬意粉 這些客觀的事情 你透過語言 你是可以將它表達出來 是不是 你說了出來 說了出來之後 就傳到對方的耳朵那裡 他聽了之後 他就要去comprehend 去decode 去解碼 就是他嘗試去理解 你剛才那幾個音 那幾個字 究竟是指什麼 而到最後 他就會get到你的idea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想想 你最初的idea 和最後聽到你 分析到你的意思 那個idea 是不是一樣呢 如果是一樣的時候 那就完美了 那我們就說 這個communication 是成功 是不是 達到它本來應有的目的 但是人類的溝通裡面 往往有時候 不是這麼簡單 很多時候就是你想說的意思 intended meaning 和對方get到的meaning 有時候可能是不一致的 當不一致的時候 就會產生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言語上的面貝 其實就是這樣走出來的 所以可能大家都有聽過一些言語 叫做什麼 言者無心 就聽者有意 就是有這些矛盾 或者一些錯誤 待會我們講到 我今天講的一些修辭現象的例子 很多時候都要 go back 這個communication model 去想一想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話 或者為什麼這樣說話的時候 對方會聽得明白 或者會了解到 這些都是我們所謂修辭現象的效果 來的 人類語言還有另一個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 同一個idea 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去表達 如果你說我不開心 今天的mood很差 你是可以有很多種的句子去表達 詞輩、句子去表達 你想想如果語言不是這樣 是很mechanical 是one to one的relationship 這個世界其實就很 很枯燥 或者是很簡單 因為我一聽你的說話 就指你是什麼意思 但原來不是 同一句說話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譬如我問你 如果你今天回到家 跟爸爸講 跟家人說 我今天下午吃了海南雞飯 你覺得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你會覺得 那是告訴家人我今天下午吃了什麼 好像一個reporting 這個是你get到的其中一個意思 但可能有另一個意思 可能就是提醒你媽媽說 今晚不要再煮海南雞了 我今天吃了 今晚不要吃雞 不要吃海南雞 可能是一個這樣的reminder 或者一個message 你會發現原來同一句子 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同一個意思 我們可以用上不同的句子 不同的詞語去表達 那你在這個選擇 用什麼句子 什麼語言的形式去表達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這個叫做修辭的手法 修辭這個字 其實你照策就是什麼意思呢? 修辭 就是去修飾你的言辭 你怎樣去把你的說話說得動聽些 怎樣把你的說話去打動對方 令到他有所領悟 這些就是我們修辭的效果和目的 所以你看到在這裡 我找到Wikipedia和百度的簡單的 description about rhetorical devices 修辭手法 你都見到修辭的功能 地不開就是什麼? provoke an emotional display 是不是? 或者在中文的就叫做 提高語言貧特的作用 就是說我們不是這麼平鋪席 而是令到那樣東西是活些的 有趣些 你可以想像看一些法庭的戲 但是可能去到最後結果層次的時候 律師都會說得很動 即是他嘗試打動陪審員或者法官 令到他覺得被告是無辜的 又或者令到他覺得被告 可能是因為某些原因而犯罪等等 而希望他們輕判 甚至判他無罪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運用了一些羞恥的手段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去想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怎樣去表達自己 在表達過程裡面 我們用了一些什麼的手法 而我們用了這些手法 是否真的幫助到我們去表達我們的意思 都是這些我們值得去探討的內容 所以一講起修辭 或者問回大家的問題 知不知道修辭這個概念 其實在什麼時候已經醞釀 或者什麼時候的人已經開始 講修辭這個概念 如果你走去看一些 關於修辭的一些書 或者討論 其實是去到很早期 阿里士多德的那些年代 其實已經有修辭這個概念 因為以前你想起 那些古羅馬 古希臘時代 他們很多人都會在那些 open area 進行辯論 而在這個辯論過程裡面 他們就需要用多些修辭手法 譬如政府可能要通過修辭 怎樣去令到民眾 是 buy 他們的 policy 或者是了解他們的運作 這些都是我們早期 對修辭的一個體分 或者運作 所以剛才一開始我問大家 想起修辭這個 term 是否想起以前讀中文科裡面 講的那些 什麼切問 反問 比喻 這些修辭手法 大家以前做很多這方面的練習 或者考試都考很多 如果你用今天的修辭學角度 修辭學其實今天是一個學科 我們會叫這種傳統的詞格 我們叫做修辭 修辭 修辭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因為很容易認得到 譬如我問你什麼叫反問句 你記得有難度 喜不是 這些字眼 那句說話 我們就可以歸去反問句 什麼是名譽句 這個詞 這個predicate 就是那個象字 一看到就馬上identify 這些都是比較 比較傳統的分類 和也比較容易一些 可以歸到你 所以叫做修辭 修辭 但我們有另一類 有修辭 就自然有廣義 廣義的修辭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日常生活 我們用了 不知不覺用了 但大家都未必會想到 在這裡大家看到一個圖 我覺得挺漂亮的 就是一個Facebook專頁裏面的profile picture 大家看看右手邊打動那句slogan 日日只會播劇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句句子裡 有沒有哪個字的用法 是大家覺得比較unusual 或者比較特別一點的 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想說話的 可以即管開咪說也行 或者你覺得想打字的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 大家可以 隨便自由發現都可以 有哪個字是 覺得 用法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有沒有 煲字 OK 我看到了 有人說正字 OK 那個煲字有什麼特別呢 有同學說煲 有幾個同學 有幾個同學 劇 有人說是個劇 其實最主要我想探討的 就是煲字這個動詞 我或者簡單問大家 那個煲字是什麼意思 那個煲字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查字典 你可能手上沒有字典 但是你想想 那個煲 是一個動詞 本身是什麼意思 有同學說煮飯 OK 不一定是煮飯 你可以煲水 煲湯 但是煲是一個煮食的方法 是不是 本來這個動詞是講煮食 所以你如果從語法分析 語意分析來講 它的名詞 分語 它是take object 是不是 煲可以take object 這個名詞 有什麼特性 理論上 原則上要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有同學已經開始知道我想問什麼了 是的 有同學有人說是 因為食物 OK 就是說煲 因為它是一個煮食的動作 一個煮食的方法 所以它後面的賓語 理論上應該要是什麼 要是一些食物類的名詞 所以你煮水 煮湯 煮粥 煮飯 煮牛腩 什麼都行 但是我們現在是煮什麼 在這個slogan裡面是煮劇 劇不能吃得下肚子 所以如果你說用很傳統的語法分析 語意分析 其實你可以打個大交叉 不合作的 不合作的 但是這個說話 這個搭配煮劇 就是我們天天說的 可能大家現在天天做的事情 所以這裡值得我們心思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們是不是看中了煮 要帶食物做煮魚這個特性 所以用了煮劇這個概念 或者應該這樣問大家 我們其實現在看中了煮這個動詞 哪一個feature 而令到我們可以放在這個語境裡用 是不是食物類呢 其實我們看中了不是煮 要扔著食物這個概念 這個特性 而是煮 是長時間去煮 長時間這個 所以我們什麼叫煮劇 煮劇 肯定不是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電視劇 是說 是不是四五個小時 可能不止 可能大半夜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看中了煮 as a verb of cooking 它的長時間這個feature 我們看中了它 而拿了它出來 借下來用 是說我們看電視 長時間看電視劇 而放下 所以你看到這裡 其實我們已經用了一些修詞手法 你想想如果 反過來問大家 如果我不讓你用煮這個動詞 去表達這個意思 你會怎樣去表達 可能你就會說 它躲在房裡 就用了十二個小時 去看一套電視劇 去看這個某某劇 大家想想 一講了煮 一用煮這個詞 大家立刻就領會到那種長時間 不需要多說 言簡易行 所以在這裡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在講的修詞 已經是我們所 今天要講的修詞現象的一些例子 但可能大家平時都講得多 但是沒有留意到 或者沒有想過 已經是涉及到一些這樣的分析 又或者隔離這個圖 大家看看這個圖 是一些美容廣告 或者現在大家都很常說的 吃對的東西 能抵禦細菌病毒入侵 大家又看看這裡究竟 哪些詞是用得比較特別 這句所謂slogan 有沒有哪個詞是比較特別的 對不起 其實抵禦和入侵這兩個動詞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它本身是用在什麼 語境裡面正常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們全部都是用在 什麼呢 打仗那套戰爭 所以你看現在你買的美容產品 它都是特別highlight這件事 是不是 它將整件事看成好像打仗 它抵禦外敵 或者我們平時講說話 講病的時候都會這樣說 你身體的免疫系統是跟細菌 在那裡打仗 所以你看到它整個打仗的 那些domain的concept 是map了到這些美容產品那裡 那這一種呢 其實都是一種修持的手法 在現今的修持學研究裡面 會叫這種修持手法 叫做conceptual metaphor 因為它將一種concept 去map到另一個concept 通常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講一些 比較抽象一點的concept 我們很難延遲去表達 很難visualize 於是我們要借做一些 一些concept的domain 去幫我們理解 我講得俗一點 就有些像鬼上身那樣 就是鬼要借人 上了他身 那別人才會看到他的存在 在這個conceptual metaphor的研究裡面 最經典的一個metaphor 就是什麼呢 就是love is a journey 愛情就是好象一個旅程 大家想一想 我們在講愛情的事件裡面 原來的而且我用了很多 journey 有關的詞語 大家看看這個slide上面 我寫出來的那些紅色的字 大家應該很清楚看到 它們全部都是跟journey有關的 尤其是我們廣東話說 兩個人拍拖 我們拍拖 我們很喜歡用什麼 走了多久 是不是 走了多久 情路崎嶇 崎嶇本來形容路面的狀況 很bumpy 是不是 但現在我們可以用來形容 我們兩個人的愛情的發展 這一種這樣的metaphor 這種mapping 都是修詞的現象 跟我們傳統學識的那種 月兒像年刀 這一種是有少少不同的 月兒像年刀 它月亮和年刀的關係 純粹是一瞬間 就是那一刻 那個樣子的形狀是漲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這個比喻 但我們說love is a journey 這一類 或者剛才用抵禦細菌 是看成打仗 是整個series 整個domain 這樣做mapping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這個conceptual metaphor 上網找到 有很多 過去三四十年 其實已經有很多相關的研究 做了出來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這裡我是給大家一個 背景 知道一下我們今天講的修詞現象 究竟是何所指的 這裡我想跟大家做一個 很簡單的exercise 我想最近大家都應該經常去 超級市場 頻繁要去入貨 假如有一天你去到超級市場 很幸運 讓你做到第二幅圖 這樣的結果 原來你發覺現在不是拿四條 或者四條煙 最厲害 握四條廁 才是最厲害的 我想問 假如你想回家 炫耀一下你今天的成果 我想請大家 如果有興趣 在check room 可以試試 假如你想在社交媒體 炫耀你今天的成果 的時候 我想你給個動詞 填下去這句句子 大家試試想想想 如果你要填一個動詞 你會填什麼動詞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 撲 撲到 掃到 OK Good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同學 搶 OK Good 還有什麼 都是搶 很多搶 有掃 剛才 搏殺 哇 哈哈 OK 還有沒有 搶 立 非常好 酷 是 找到 OK 掃到 OK 你們真是很厲害 那個creativity 因為我自己 撈穿頭 我想到 我也有搶 但其實大家 原來沒有想過 或者沒有寫過出來 就是 買 買 其實買 是這麼多個 剛才我講出來 大家填出來的 這麼多個 其實是最基本的 是不是 其實整個過程是買廁紙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想到 用掃 用搶 用納 用納 找 這些字眼 其實這裡 就已經開始投射了大家 作為一個 對於 買廁紙 在這個 context 買廁紙的 一些 辛苦的狀況 或者 一些 additional 的意思 其實最終 你都是付錢 去 賣 的而且是買 但原來你發覺 在這個環境 這個預警 因為今天的情形 你是不會 買到四條廁紙 是不是 所以我們簡單來說 你用搶 數 納 其實你是已經 所謂加鹽加醋 你是加了一些 additional 意思 OK 就好像我們 譬如有人說 I spent two hours on this project I wasted two hours on this project I wasted two hours I invested two hours 你作為聽的人 你一聽到 這三個句子 用了不同的動詞 其實你已經 sense 了 究竟說話人 他對這個 project的重視程度 是有一點高 很明顯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不喜歡的project 第一那個就比較neutral 第三個就是真而重之 所以你見到 原來我們 用我們 一個這麼簡單的動詞 就已經是投射到 project了 說話人 對於整件事的一些體制 這些其實就是 反映你的一些羞恥的技巧 譬如你現在 肆虐全球的這個病毒 大家都很怕它 躲在家裡 躲在家裡 Social distance 但是我們看一看 英文名好像大家 沒有什麼抗拒 沒有什麼爭執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 中文名原來 很多討論的 我搜集過 至少有三個叫法 頭兩個大家都覺得 沒什麼問題 是一些傳媒 或者一些 比較正式的 medical report 大家會用到的字 但是通常最有意思的 或者最多人討論的就是 哪個 就是第三個名稱 但是我們又回到 我們路本行 我們是做語權分析的 中國肺炎也好 武漢肺炎也好 如果我純粹叫你用語法分析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結構 是一個什麼結構 其實是一個 noun phrase 是不是 一個名詞的詞組 它的成分就是 由一個地名 專有名詞 再加一個病名 另一個名詞 名詞加名詞 或者修飾語 中心語 是不是 有沒有negative的 meaning 有沒有positive meaning 就是有沒有剛才我說的 所謂貶義 鮑義那些 的 meaning在這裡 原則上是沒有的 但是很有趣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現在的爭拷 在網上的爭拷 或者有些地方的爭拷 都是把一些情感 sentiment 的東西 加了下去 所以這裡其實很值得我們去想的 就是原來在語言學的分析 名詞加名詞 很簡單 但是原來在實際的操作 當這個詞語入了語境 在實際的communication process裡面 原來有可能是一加一 不一定等於二 大過耳 或者小過耳 這些就是我們人類溝通 我覺得做語言分析來說 是很有趣的地方 是值得我們去探討 那個 sentiment 是來自哪裡呢 原來你發覺不是一個詞語自己本身 是不是 是一些extra的東西 所以剛才我一開始說 為什麼研究社會語言學 社會文化歷史等等 可以幫助到我們了解語言的發展 或者那個formation等等 那這裡前面就講了一些background 關於我今天所講的修詞 或者我對於語言研究 就是覺得應該由哪個perspective 是值得去探討 或者值得大家去注意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看兩個我給大家的例子 希望透過這些例子 令到大家的印象深刻一些 知道怎樣可以比較系統一些 系統一些去分析這個修詞現象 第一個修詞現象是什麼呢 剛才講到煲劇 我想大家在溫哥華很多人都看無線的電視劇 我不知道今天是怎樣的 十幾年前我在西雅圖華大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什麼娛樂的 就是很多人去租錄影帶看 或者subscribe去那個TVB 西岸地區的TVB Channel 那時候是播很多劇的 我都播不少的 因為真的讀書是很悶的 這些劇名我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因為都幾舊啊 可能你們不看這些劇 不過這些我希望大家集中點 不是看那些明星 而是看那些劇名 OK 那些劇名有什麼特色呢 大家聽不懂呢 有沒有特色啊 有妙條淑女 金枝玉劫 絕代雙嬌 飛短流長 不打自己人 有什麼特點啊 或者我把它寫出來 打了出來 就是這一堆這樣的劇名 改字 排音 OK 食字 OK 非常好 大家立刻 如果有 立刻看到的 是不是 表跳淑女 其實是 拿著詩經的第一句 最出名的 妙跳淑女 飛短流長 我們也有 這個 成語 千方百計 絕代雙嬌 金枝玉劫 有同學都已經講了 同音字 食字 改字 改字 這些概念 的確 這是一個很普遍 尤其是在創作界 廣告界 或者一些 做Promotion的 一些商品裡面 我們經常都會做這個現象 就是叫做食字 因為你把其中一個字 食走了 換了另一個字 是不是 但是在整個食字現象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有什麼特點呢 有沒有注意到 有什麼特點呢 同音字 就是大家說了 是不是 剛才妙跳淑女 吃了一個淑字 其實同音字 除了在電視劇名出現之外 其實最近 這個 肺炎的問題 我們都遇到 同音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 這個 盲腸炎 這個食字 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聽過 如果你這樣聽 你是聽不出的 因為是同音 完全是一樣的 要看字才行 是嗎 盲腸炎 你知道他吃了什麼 就是拿了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種病的裡面的名字 來食字 就食了一個搶字 是嗎 那炎就是病來的 所以在諷刺著人 就是很盲目地 很瘋狂地去搶東西 好像一種病 但是這個盲腸炎 大家可能以為現在才是 其實不是 你們可能比較小 其實早幾年 就已經有一個 盲腸炎 同樣的食字 不過那時候 就不只是吃過腸 還吃過鹽 因為當時 我忘記了是什麼病 就流傳說 食鹽是可以解決到 可以治病的 於是那些人就去搶鹽 買很多筋鹽 所以那時候 食字就是把 不只是發病的鹽 發炎的鹽 連那個也吃過 OK 今天我們就不只是吃個腸 孟腸炎也好 或者剛才那些電視劇名 千方百計 飛短流腸 或者妙突熟女 大家都應該看得出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原來我們食字的時候 那個內容 食的內容 一定要是一些 我們很慣用的 常用語才可以 因為如果不是常用的時候 其實如果不是人家 怎知道你吃了一字 是不是 即是 食鹽是大家很熟悉的病名 苗條熟女 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第一個我們注意到的 一個語言特色 就是一定是一些 耳入的語言結合 可能是成語 病名 或者一些慣用的語 又是反過來問大家 假如你不用成語 譬如苗條熟女 我不讓你用 要你用另一種形式去說 譬如 盲腸炎這個現象 我不讓你用盲腸炎 這樣食字的手法 你要它怎樣表達呢 大家有沒有想到 另一個特徵 大家也看到 就是用了同音字 但是不僅是同音字 那麼簡單 它食音之餘 還要食了E 是不是 它是苗條熟女 本來熟是炎熟的熟 但是它食了一個熟 是表示什麼 成熟的熟 但是和言熟的熟是同音的 其實不僅是剛才 成熟的熟 譬如 熟於熟 都是同音字 但我們不會用它 因為這個熟 是表達不到 我們想表達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 在廣告界 在那些貨物 或者產品服務的推廣來講 食字不是純粹 就是這樣挖一個同音字出來就可以 你要食了那個意思 飛短流長 那個飛 為什麼是飛機的飛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套戲 是因為它的設定是一間飛法普入 所以那個飛短流長的意思 就是跟飛法有關 飛短流長的頭髮 所以它食是食到劇裡面的設定 所以那個食字不是同音字那麼簡單 而是同音字再加上意思 剛才問大家 如果不用盲腸炎去表達那種瘋狂的 crazy的現象 大家會怎樣說呢 可能你就要說什麼 慌忙地搶購日常用品 盲目搶購食鹽 是不是要這樣類聚一些 平鋪直聚的表達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盲腸炎這三個字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覺 我當時是一聲笑了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是吃得很漂亮 這個就是回到Wikipedia裡面說的 Provoke Emotional Display OK? Display Emotional Display 就是你有會心的微笑 或者你認同 或者很全神的表達出來 如果我跟你說 科忙搶購日常用品 你會覺得這些好像是 可能是一些很初級的寫作 一些很普通的句子 在這裡我也想跟大家講一講 同音字這個問題 剛才你會見到 在中文 其實不止廣東話 中文 in general 同音字是十分之普遍 相對來講 相對什麼而言呢? 就是相對英文 舉例 譬如你 現在你們身處這個國家叫做加拿大 英文叫Canada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可能找到另一個英文字 都是Exactly 讀Canada 有沒有這樣的另一個字 我相信是十分之難的 因為我們中文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包括它的方言裡面 就是一字一音字 就是一個方塊字 是只有一個音字 大家都應該知道什麼叫做一個音字 聲母加韻母加聲調加橫就是一個音字 但是英文一個字可以一個音字 兩個音字 三個音字 四個音字 甚至五個音字都可以 如果音字越多 你要找到另一個字 跟它一模一樣有層 一樣這麼多的音字 就十分之難 所以單音字的語言 譬如中文漢語 是相對來說 容易找到同音字 但是 我們同音字的機率又有多少呢? 這樣 這就回到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究竟我們粵語有多少個音字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應該有跟白老師 或者Zoe老師 上過廣東話課 有沒有探討過這個問題 究竟我們廣東話裡面有多少個音節 有沒有印象 或者有沒有嘗試去了解 你可能說 那我是不是要拿一本字典出來去數 我們不用數 我們做一些很簡單的計算 可能大概已經有一些想法 既然音節是叫聲母 韻母加聲調 其實我們只要知道廣東話裡面有多少個聲母 有多少個韻母 還有多少個聲調 我們就大概知道這個語言裡面 究竟有多少個possible的音節 有多少個音節 我們廣東話 香港廣東話 講香港的廣東話 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多少個 應該是20個的 計算零聲母是20個 韻母有多少個 即是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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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等 就是20x50x6 成完之後應該大概是6000 鬆一點 大概6000左右 也就是說 在廣東話裡面 我們最多找到的音節量 就是6000多個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是所有聲母韻母和聲調 都可以搭配到變成一個音節 也就是說 換句話說 實際可以讀得出來的音節 其實是沒有6000多個 我們又保守一點 我們可以當它是5000個 OK 我們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theoretical number 那這5000多個音節 就是用來去讀我們漢語的漢字 那我又問一下大家 漢語有多少個漢字呢 有多少個漢字呢 當然你說 我們什麼常用三千字 那是說常用字 我現在是說 整個語言裡面有多少個漢字 因為你每一個漢字都可以讀出來的 如果根據我的調查 漢語大字典 這些很comprehensive的字典 是收錄了五萬四千個漢字 即是有五萬四千幾個entries 當然裡面有一些obsolete 有些已經消失了的古漢語的字 或者不再用 生癖的字 但怎樣都好 這些字的而存在在語言裡面 你應該是可以讀出來的 都是要assign一個音字給他 好了 我又簡單計算是五萬個漢字 但剛才說了我們廣東語有多少個漢字 我們計算出來大概是五千松 五萬個漢字 但我們有五千幾個音節 所以我們計算出來的ratio 就是每一個音節 可以assign 下去 on average 可以搭配到十個漢字 即是同一個音 其實可能寫出來的時候 可以有十個不同的漢字 所以你由這個這麼簡單的計算 就可以看到我們中文廣東話 那個同音節的機會率 是挺高的 因為如果有十個漢字 其實你就很容易讀出來 究竟你寫誰是有十個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語音常識 其實就可以幫你去想回頭 為什麼我們可以玩食字現象 玩得這麼出實 在英語的世界 大家回去看看 你玩的所謂puns 他們叫做puns 其實他們玩來玩去 只可以玩單音節的字 因為一去到雙音節 就難用 因為剛才我所說 你要找到另一個字 跟有兩個字 是完全一樣的 同樣的讀法 如果你的音節越多 機會率就越低 甚至可以說是零 所以玩那些puns 玩來玩去 都是同音節的字 而我們漢語 因為是單音節語言 所以在這裡 已經有一個先天的條件 給我們玩這個同音節的形象 這個手法 這些其實都是一種 羞恥的手法 但是當然可能有同學會問 喂 會不會教壞小孩 其實我每次講這個題目 都很多人會問我 喂 喂 那些學生會不會 學錯了一些成語 金枝玉葉 寫錯了 我只可以告訴你 這一種食字的手法 是客觀存在 是大行其道 是不是 你不能夠禁止它 也沒有辦法禁止它 也有它的所謂 Rhetorical effect 我反而會反過來 勸喻老師 那你就有責任 去解釋給學生 為何有這樣的修辭現象 以及本來的成語 原本的所謂正確的寫法 究竟是什麼 這個反而是羽毛老師應該要做的 而不是去反對 或者去 不給這種食字現象 繼續出現 因為你沒有辦法 做到這個禁止的功能 這個效果 OK 好 那另一個修辭現象 就是一些頗有趣的現象 我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 譬如大家看一看 我有些片 這些都是在我的語尿庫裏面運動的 看看大家聽不聽得到 難怪別人叫你神台貓氏 你在這裡侮辱我了 神台貓氏 你見到我穿了紅色的 待會我們會再討論 另一個 那個肥子 真是討厭它 正式鹽倉土地 經常叫我拜託女生 它認識 鹽倉土地 做完這宗世界 我們起碼有100萬 到時你和我 就可以火燒奇桿長炭 你見到這一句 我是有紅色字 有綠色字的 大家注意這件事 我們待會再探討 這裡都有紅色和綠色 這些句子裡面 這些紅色和綠色字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想和大家探討另一個 我們在 也不只是廣東話有的 其實在其他方言都有 就是一個現象叫做蜆喉語 蜆喉語的特色其實它有點像謎語 有謎面有謎底 紅色 剛剛給大家看紅色的字是所謂謎面 綠色就是謎底 但有趣的地方是綠色才是說話人想表達的意思 長炭就是他想表達的意思 但他借了火燒奇桿 來引導聽話人去拿到綠色長炭這個意思 但如果你看回剛才的四個例子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紅色的部分一定有出現 就是謎面是有出現 但謎底綠色的部分不是句句都有 但綠色的部分的確是我們想對方聽得明白的地方 或者應該這樣說是我們想它 即是我們的intended meaning 但反而不是句句都要說出來的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這個就是引起我的一些想法 為什麼我們只是說前半段的迷面 而我實際想說的意思反而是後半段 但反而是unspoken 是不是不說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怎樣可以確保你 會得到我的意思呢 即是我說話這麼間接 我怎樣令到你可以得到我的意思 因為剛才我們最初說的 communication process 都是希望大家的message 我想說的內容 和你得到的內容是要match 這個就是整個communication 的basic purpose 但現在我說話這麼間接 說點不說點 是隱隱惠惠惠的 我怎樣guarantee 你一定得到的意思呢 猜得到我的意思也是簡單的 所以大家想想 什麼情形之下 你說話會迂迴一些 或者不直接的呢 大家想不想到 你要說什麼的時候 你才會這樣呢 如果你看回剛才那些 邂逅語的謎面和謎底 因為謎底才是intended message 我們看那些謎底 你看到這裡有六句 全部都是會傾向是什麼 大家看到這裡有什麼特色 就是他們通常都是一些比較negative的東西 我的角度就是想 我的hypothesis就是 如果你是想讚別人 說好東西的 你需要這麼間接 通常什麼情節下 你才會說話 左閃右鼻呢 就是因為說的東西 通常都是不好的東西 你是想去criticize 人家 或者彈別人 所以我就由這個hypothesis 去嘗試 將我所見到的一些血候語 去分類 就是分類的所謂的 所謂的鋪扁義 跟剛才我們開始說的 一些sentiment的例子一樣 我看一下它有鋪還是有扁 那挺有趣的 原來我找到二百多個這些 這些血候語 就是我sample了出來 原來有八成的都是扁義 就是majority都是彈別人的 剛才說的那些什麼 嚴命長 打字招 沒有病 都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你其實想一下也是的 如果我是讚你 我用什麼這樣 我就直接說 你真是聰明的 你今天穿衣真是漂亮的 通常就是不好的東西 才要這麼簡直 所以這個可以解釋到 就是我們由這個這樣的現象 然後嘗試去想一個feature 有沒有辦法去幫我們去解釋 那至於怎樣令到聽話人 是了解到那個說話內容呢 那我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你發覺說的那些東西 一定是一些很熟悉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去迷面 因為你要別人去猜 那迷面上面就會涉及到很多人物 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所謂童話人物 民間故事的人物 都是有一些很clear很明顯的特性 是令到聽那個人一聽就知道 或者會到意 就是這裡有一些例子 就是那些血厚語的謎 你看到我描述了那些顏色字 全部都是一些大家很熟悉的東西 你想想如果你的謎面是一些很生癖的東西 沒有人知道你說的什麼 不知道你那件事情是什麼 我有沒有辦法猜到後面的intended meaning 就是我連迷面都解不到我 還要怎麼去解謎 這個又回到頭 跟剛才我們講同音字 食字的現象 記不記得我們講食字 不是說要成一些 以有的成語 一些慣用語 一些我們常見的expression 所以你看到整個 今天講的這些例子裡面 他們都有一些很共同的一些特性 不過他體現出來他的手法 可能未必一樣 但是在深層上 他都是用了一些幾有趣的 一些雙方溝通之下的一些共識 那時間關係呢 我想我也不講得太多 或者將來有機會再過來溫哥 和大家再多些交流 那其實今天 就是總結一下我今天講的內容 就是修辭現象 其實我們回到頭 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語言的基本功能就是用來溝通 但是在表達上面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去表達我們同一個意思 於是我們就去選擇 不同的詞語 不同的句式 不同的語音 表達方式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修辭 是廣義上的修辭 那我就用了食字現象 和血後語這兩個東西 給大家去作為一個starting point 去想一下我們 這些例子是天天你都會見到的 但可能你從來都沒有想過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的角度 或者原來深層次一點 是可以看到的 因為很多時候血後語 大家看無線的節目 他只是在著重在猜的部分 就是請大家猜到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在學術的討論 我們就說 我們的communication 如何guarantee 是successful 那你見到我們討論的過程裡面 都會探討一些因素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出現 第一就是用上同音字 也是我們的漢語特色 就是一字一音字 和同音字的機率是很高的 第二就是一個文化融合度 cultural commendability 就是說 我們原來食字又好 血後語又好 裡面會涉及到一些東西 而那些東西都是 雙方都會共同理解到 都會了解到 第三就是我們跟人溝通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顧及對方的面子 或者你會表達自己的sentiment 這裡我們可以從高貶然這些角度去探討 所以今天我大概說的內容就到這裡為止 我都給了一些readings給白老師 請他分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最近我在報紙上都寫過兩段簡單的小文章 不是很學術的 但是就有探討這個同音字、食字的現象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另外我自己也有一篇文章 是講血後語的修辭功能 以及找到一篇用英文寫的血後語 因為用英文寫的血後語的文章 是相對來說比較少 因為這個是比較 也是中文漢語的比較特色 所以外國人是比較少注意到 或者去談到 而且你要有回到文化水平 才可以decode到那些血後語 所以如果你說一般掌握漢語 學漢語的人 未必那麼快可以掌握到 所以那個討論也是比較少 最後少少告白 我幾年前就做了一個叫做Digital Museum of Cantonese 即是很fancy的 其實就是把我語料庫裡面的語語場面 一些例子裡面找到的一些血後語例子 或者一些具法的特別的東西 就放進這個Museum 所以剛才那些血後語的影片 你上這個Museum 都會看到 有了那段影片 可以去聽一聽 那等一下我會在這個 chat room 那裡傳這條link給大家 到最後呢 或者想請大家花幾分鐘時間 就一會幫忙填一條 一個survey 就是關於今天這個 lecture 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評語 可以給我 如果將來有機會 我再去講這些 topic 可以有些改善的地方 好嗎? 我或者今天講到這裡先 好嗎? 多謝大家的時間 多謝大家的耐性 OK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在這裡非常之多謝 錢教授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這麼豐富 關於修詞的內容 其實呢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剛才錢教授提及的兩篇文章 其他額外的資料都會發給大家 我最後 如果同學不是趕時間的話 我也想看看 大家有沒有最後一兩個問題 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 問問Andy 問問前教授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提問呢? 你可以開咪或者打字 都可以 有人想問問題嗎? 今天講一些話 不是啊 我不如開頭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很想問的 因為其實你給我們那兩篇文章 我也開始看 我還沒看完 其實我對血後語是很有興趣的 其實我們班剛剛上課也提過 因為他們也要跟初班的學生交流 要教他們一點血後語 有些同學 是 是 其實 為何特別在中文呢 這個血後語的現象 是這麼豐富 這麼多 其實有沒有一些研究 或者數據 看到其他的語言 他們有類似的現象 其實我看過文章也有引用 英文也有 但相對當然少很多 是 有沒有原因 還有沒有比較呢? 我自己就沒有做到 跟其他語言比較 不過如果剛才有一張文章 我沒有說 講得很深入 就是這一張文章 或者我再放出 其實 血後語其中一個 值得大家去想想的 就是如何去拆解 就是你聽到一個謎面 如何知道後面的謎底 有一些其實是很直接的 譬如第一類我們叫做以示 或者物去識 我舉個例子 披霜半辣椒 披霜就是毒的 辣椒就是辣的 所以加上就是什麼? 辣 就是很直接的 但第二類和第三類的解讀方法 同音字 就是 剛才說了 同音字 但它是需要有這個語言的背景知識 你才可以 譬如你說深海石斑 是好語 即是好的語 但是這個語 就吃了這個 我們說 比較 stupid 那個語 是不是好語 就是好意思那種 這個食字 你就回到我剛才講的問題 我剛才舉例 就是說 漢語同音字的機率是高很多 如果其中一個解讀 就是用同音字 其實就是 所以也會介紹到 為什麼我們在中文可以用到 玩到這麼多這些契合語 下面這個同字別解 就更加有意思的 我舉一個例 台棺材脫褲 我經常都在電台都講這個例子 大家都會 如果你熟這個契合語 就馬上想到 是失禮死人 因為你抬棺材的時候 你脫了褲 就有失禮人 但是睡在棺材裡面 那個是死人 所以你失禮那個是誰 就是失禮一個死人 但其實你想想 放回廣東話的語境和語法裡面 失禮死人是什麼意思 即當你聽到這句話 真是失禮死人 就不是本身我們想說 失禮死人 就是我們下一張sled 我下一張sled 講那個所謂reanalysis 本來是動詞失禮 plus一個死人 就是名詞的答對 一個動軍的結構 但是我們把reanalysis 放進廣東話的語境 就是失禮 這個死是褲詞的做法 即十分之 你平時說話都是 失禮死人 其實是說很失禮 沒有鬼用都是 陰曹罷工 嚴羅王那套罷工 嚴羅王不是用人的 是用鬼的 是鬼幫他做事 所以如果嚴羅王那套罷工 就沒有鬼給你用 所以就是沒有鬼用 就是一個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就是連動結構 那些字面就是這樣 但是你一放回廣東話的語境裡面 它就可以把這個鬼吃了下去 變成一個副詞 就是沒有用 插一個infix 鬼 去表達那個程度 那這些手法 如果你本身的語言是沒有的話 你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那英文 我相信它相對來說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它雖然有infix 但是那些infix 是很刻意地插進去的 因為你把一個multi-syllable的字 強硬塞一個infix 但是中文因為它本身的字是separate independent 所以你加了下去 你可以把這個鬼看成 沒有鬼用 是no goals for you to use 還是沒有用 是一個compound 塞一個infix 那我想這個是 本身你的語言 如果那個flexibility 是夠高的話 那你玩這些手法 就反而會多些 那如果你的語言 是比較硬斑斑的 那你要玩得到這些手法 相對來說就沒有這樣 剛才說的同音字 也是我們漢語的一個比較特色的地方 所以可能有了這個特色 所以我們就可以玩得出神入化很多 好 那所以漢語的特性 都造就了這個現象 是的 所以有時候你看一件事 所以我就說 語言現象是每天都見到 每一分鐘 每一刻你都會見到 哪怕你在街上見到一些slogan 或者一些標語 或者一些很簡單的message 但其實全部都可以值得拿來分析 即如果你坐下 深思一下 那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 即是想來想 它都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說話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方法說 如果有的話 那為什麼我要用這種方法說呢 那個人這樣說 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想表達某一種意思 當然如果你想得太多的時候 可能你會 即是 走火入魔 是不是 好像經常去猜人 究竟 啊 他這句說話是在罵我 紫索麻煩 但的確 我們很多時候說話 是 不是那麼直接的 我以前試過帶過一些學生 一些special ed 的學生 他分析一些所謂 有言與障礙 有一些 譬如可能是有autism 的小朋友 原來他對於一些句子 那個indirect meaning 他是無法解釋 譬如你跟他說 喂地上有個紙 有個垃圾 那可能一般人 立刻想到 那你就撿了去 等了去 他聽得出 那個意思是一個 就是可能是一個request 或者是一個command 但對於有一些 有autism 的小朋友 他未必解釋到這個意思 他就能夠解釋到那個 littural meaning 地上有個紙 是呀 是呀 地上有個紙 他不能夠解釋到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撿了它 你跟他說 喂 現在是撇語 一般人會想到就是 山窗 但他可能不能夠解釋到這個意思 所以對於那些人來說 可能你要很直接跟他說 喂 山窗 麻煩你山窗 而不是很間接跟他說 喂 撇語 讓他能夠解釋那個entendement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對不同人 有不同的手法去表達 整個過程都是今天講的 修辭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 令到大家 了解修辭這個概念 再不是以前我們 讀中文科 背那幾十個詞格 那些什麼名語 禁語那些 那些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更加多的就是我們 我們如何運用 好好運用我們的語言 去跟別人溝通 去傳達我們的信息 這個就是我們 人類語言的一些特性 好的 Andy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煩你 再把你的問卷 那個連結 可不可以給大家 好 現在 你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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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 最後的字 我沒有 你問卷 OK 可以 好 我現在擺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些同學 可能他們跟著 你走了 有課 起碼可以做這兩件事 一就是有你的網站 還有你的問卷 那個連結 我覺得那個比較重要 你可不可以 好 我現在擺出來 這個就是個 餐廳 那我都請 今天所有 有聽完 這個 分享的同學 都做回這個 意見 民怨調查 我們以後 可能還有機會 聽到 相關的內容 有兩條連結給大家 第一個 兩個好像黏住在一起 行不行 是不是 它是黏住了 現在好像在一個 抱歉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再 這個 survey 那我呢 可能錄影我就到這裡了 我首先停一停錄影 或者Andy 你有沒有需要 有其他要補充的 都沒有的了 我想 再次多謝大家 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 見面 希望將來再有機會 真的可以飛到過 加拿大 蘭戈華 這些時刻 這個月份 應該是最舒服 是的 我們原本都在這裡 計劃 回到華大看櫻花 希望很快可以在這裡 親自見到你 如果同學有問題 可以留下 繼續問 我先進入錄影 是的 我先進入錄影